这几天我发现我们家仓鼠有点不对劲 那就在那握着呢 一动也不动 就跟着哆嗦 然后这边心里它倒的凉也没吃 然后这一瓶水也没喝 以前的话可欢了 然后还在那个箱子里面跑来跑去 还跟拿铁一起来打闹 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艾米 你干啥呢 做夜洗完吗 咋啦我在玩你呢 你仓鼠好像要咯屁了 我从昨天喂它吃的它都不吃 水也没喝 水有啊是满的 你快去看看嘛 两天都没吃食了 怎么可能啊 苍鼠在我们家一共养了一年吧 然后在姐姐那里养了四年 一共五年了 但是别有人说什么 苍鼠寿命只有四年 也有人说是八年 我们也不知道 精神远程 还合着呢 这起来动了 我刚刚弄到它都不动 估计是刚刚它在睡觉 现在终于喝水了 吓死我了 没关系 OK我们现在把汤匙拿出来 给它换一下木屑吧 因为最近比较冷了 给它换个纸棉 然后让它出来跑一跑 活动活动 是不是 好 给你个箱子配配糖放这里面 好 来吧放进去 现在开始给它换木屑吧 这个交给我了 我来看着它 看好哦 来 现在终于发现 养什么宠物都不容易 那我们养这个苍鼠的话 之前是用木屑 这天冷了 就要给它买这种木棉 然后还给它买尿沙 然后还有浴沙 这还有各种的什么海鲜粮 什么冻干的什么些菜 什么之类的 太不容易了 这样就可以培养孩子的责任心 和爱心 这样以后长大之后 主居就更好一点 你就是想搬出去 养你有啥用 这个纸棉还不便宜了 30块钱一包 对 我给虾米的换一下吧 别人说这个没味道 来吧 哦好漂亮啊 对吧 纸棉 哇 好满足 粉色 棉地 哇 真的是摸起来非常舒服 它在这上面打一个房子保证 每天就不需要被我了 在这里面睡一晚会尿命好吧 我给虾米的放了家庭设施 之前有很多粉丝私信我 说让我给仓鼠买一点这个磨牙棒 但是我买回来 它完全就不吃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黑糖来磨牙棒 可以磨牙 给 那你看它就不吃 可以了 可以让黑糖入住了 来了来了来了 来了 黑糖 出去了 你的新家怎么样喜不喜欢 还有一个洞可以让它钻 钻进去了 从这头钻进去从这出来了 这是艾米自己给它做的 是吧 就用矿茄水瓶子 然后再包上一点木屑 装饰了一下 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然后现在仓鼠我能吃能喝 只要我们多多就是给仓鼠换粮 还要给它换木屑的话 我感觉仓鼠应该能陪我很多年 陪你度过美好的每一天 好了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吧 拜拜